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我们来做个华芙饼 今天主要是对ACA的轻食机做了一个开箱 因为没有准备太多的东西 就简单的先做了一个华芙饼 考虑到好多小伙伴都不太喜欢泡打粉 所以我做了一个酵母版的 先把牛奶和黄油一起放在小奶锅里 然后放到火上开最小的火加热 一边加热一边搅拌 直到黄油融化 不需要把牛奶煮开 黄油融化就可以离火了 然后放在椅旁稍微晾一晾 把面粉锅筛 里边加入奶粉,盐,糖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 黄油和牛奶的混合物不是特别烫了 可以加入干酱母 加入干酱母以后充分的拌匀 一定要让酱母充分的溶解在液体里 建议用蛋抽搅拌 用蛋抽搅拌的会更充分 然后加入鸡蛋 再拌匀 拌匀以后倒入面粉里 最后再搅拌成没有颗粒的面糊就可以了 拌好以后 可以放在24-26度的环境里 发酵一个小时左右 也可以把表面包上保鲜膜 先在室温下放置30分钟 然后再放到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这个是AZA的清湿机 我觉得挺好看的 打开以后 它里边会带着两个标配的盘子 这个盘子刚好就是做花腹饼的盘子 这个是三明治盘 它也是标配里的 另外的三个盘子就需要单花钱买了 这个是鸡蛋仔的盘子 这个是鸡蛋仔的盘子 盘子都是两个 这个是可以做甜甜圈的 这个可以做丸子 章鱼小丸子的盘子 整套下来就是这样的 我今天先做花腹饼 直接把这个卡槽插进去 按上就行了 面糊发好以后是这样的状态 表面会有一些很小的气泡 扒开里面可以看到会有一些蜂窝 这样子就发好了 现在把机器预热 按照机器上的说明 我先把它拧到20分钟以上 然后再回拧到10分钟 差不多预热3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把机器打开 这个盘子我提前洗过了 在两面的盘子上先刷一些黄油 然后把面糊挤上 面糊我提前装在裱花袋里了 我觉得这样挤方便一点 挤到刚刚满这个盘子就可以了 如果有缝隙的话 可以再用刮刀稍微抹平一下 然后盖上盖子 加热5-10分钟 具体就看你想要的口感 如果你想要软一点的 表面颜色浅一点的 5分钟就可以熟了 如果你想要颜色深一点 表面脆一点 可以加热10分钟 这个机器我觉得它加热是稍微慢一点 不过温度比较均匀 而且不会担心它糊掉 就这样做完一个再做下一个 这个配方可以做5个花糊饼 浅色的是5分钟的稍微软一点 深色的是8分钟的稍微脆一点 我在网上看韩国街头有个卖花糊饼的 打发个鲜奶油 然后夹在花糊饼中间吃 100克鲜奶油加10克糖粉 用电动打蛋器一直朝一个方向搅打 打到提起打蛋器 打蛋头上的奶油是一个直立的尖角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很快 差不多也就一分钟吧 大家不要打过了 然后把奶油抹在花糊饼上 再扣上另外一片 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冷藏 这样吃可以当做下午茶 可以再配杯咖啡 懒得打打油直接吃就好了 华糊饼应该配上蜂糖 没有蜂糖配点蜂蜜也行 再来点水果装饰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很简单也可以当做早餐吃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您就关注我吧